青丝苏轩举办四堂缝纫课 邀请大家针线传爱 拥有丰富经验的裁缝师何连芳 担任指导老师 每次三小时连续四个星期天 手把手教学 何连芳老师 他本身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裁缝师 因为我看过他的作品 其实我蛮欣赏 所以我来这边我就可以学到 因为从来没有用过这个电的真车 所以一开始车的时候控制不了 当你的心静下来 很专注地去坐的那个车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车好的 在学习的过程就学到 要有耐心 不要急 凡事都要一步一步来 从不会学到会 透过缝纫让心沉淀下来 智慧也油然而起 大爱新闻真摄美志工 刘静志和美霞马来西亚报道